顾全32加3加2封神 而且他还驻深圳队逆袭广东 但渡风数得不远 就在深夜大战中 顾全不仅以32加3加2的战绩 让自己登陵了新的巅峰 他还帮助深圳队以一分的微弱优势 成功逆袭了广东队 要知道 他们这次的对手可是全联盟有名的 十一贯王广东队 就算这场比赛是他们在新赛季的第三场对决 可这无疑给他们开了一个好头 尤其是顾全这名球员 他就曾数次在球队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 通过自己的三分球帮助深圳队及时回血 这也让双方的比分并没有被彻底拉开 可为什么要说渡风输的不冤呢 下面一些篮球弟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这样的结果 所有的粉丝们也都想知道 可只要一提到这场深夜大战 粉丝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希杰在关键时刻的一季投篮彻底压火 这也就让他们没有在关键时刻 为广东队成功续命 要知道 就在比赛的第四季 广东队曾通过一波流 将双方的比分成功拉至四分 就在那个时候 当所有的粉丝们都认为 广东队是胜圈在握的时候 可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曾经的老队长周鹏 却在深圳队追分的关键时刻 成功投递了一季三分球 这也就让双方的分差 再次破均到了一分 可恰恰就是周鹏的出色发挥 也就让广东队的铁粉们 又开始怀疑起 周鹏在球队效力的那是六年 因为就在以往赛季 每当广东队遭遇得分荒的时候 周鹏总是能够第一个站出来 帮助球队化解困境 但如今的周大队长 却成为了广东队的头号禁敌 就算他的得分并不是很高 然而他在防守段 依旧能够给布鲁克斯 赵瑞 席杰 与胡明显等人造成足够的麻烦 而且在进攻的时候 他还能够与顾全主打三号位 你们没有看错 那就是双小前锋 并且这两枚小前锋的三分投射 又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就像顾全 他在这场比赛中的三分球命中率 就达到了惊人的72.7% 而且因过此意 顾全也成功封神 而他的神威就是神炮手 下面 让我们来看看深圳队具体的得分情况 顾全 32分三篮板两助攻以两抢断 萨林杰 18分17篮板五助攻以一盖帽 周鹏 13分两篮板一助攻一抢断以一盖帽 白浩天 13分三篮板一抢断 布克 10分三篮板四助攻以三抢断 孙昊勤 2分六篮板以三助攻 贺西宁 2分六篮板 一助攻以一抢断 从数据上来看 这场比赛的核心 显然就发生了新的变化 除了顾全的8技超准的三分球之外 萨林杰的17技篮板 显然也是价值千金 这还不算周鹏在关键时刻 对布鲁克斯 赵锐 西捷 以及胡敏仙等人的压制 这就让广东队在进攻端的效率 最少被拉低了30% 因为他们不少的进攻回合 显然就折热了周鹏的手里 再加上 萨林杰这名大外言在两板方面的争抢 显然就让杜峰吃到了不少的苦头 而且通过这场比赛 吴庆龙还给杜峰上了一课 因为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杜峰 过签不仅可以打4号位 他同样可以打3号位 而他的表现就是一个铁证 而广东队呢 当我们查看数据的时候 就能明显的发现 他们在投篮以三分球方面 显然就全面落后于深圳队 因为他们的投篮比深圳队少了一个 三分球就比深圳队少了两个 看来杜峰还在重点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高强度的防守战术之下 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提升自己的三分球命中率 要知道 他们的三分球命中率也仅有38% 而深圳队就高达41%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 杜峰他们的确数度不冤 因为从三分球命中率方面来说 广东队显然就与深圳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这次杜峰显然就有的忙了 要知道 深圳队就已经为其他的球迪 做出了榜样的力量 因为他们也可以通过高强度的对抗 以及全场紧闭战术 来进一步压制广东队的爆发点 虽然这个办法会让自己身上 迅速拘离起犯规的数量 但却可以进一步打断广东队的进攻节奏 而且就在当前赛季 这个战术就已经有人在用了 并且还受到了奇效 但这对于广东队来说 就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因为他们需要及时 找到破解这种无赖战术的绝招 不然 后面讨厌的就是他们的发球技术 到底如何了 至于说该如何破解这种无赖战术 在蓝区的看来 办法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推快攻 用极高的投篮命中率 以及三分球来回应对手 从双方的分差进一步拉大的时候 对手也只能被迫放弃这个战术 转而和广东队打起快攻 可这正中杜丰的下怀 要知道 快攻与三分语战术 可正是他们的拿出好戏 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 对手就会完全陷入广东队的节奏 到了那个时候 该怎么拿捏对手 这显然就看杜丰的心情了 但目前的他很有可能就已经这么做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